大家快看就在这个小山村里面藏了一座秦琼墓 历史上一主的功臣呢是层出不穷 比如说吕布 当年一主三次而且呢被骂了一千多年 那么秦琼呢他曾经一主了五次 却能够名垂千古 而且死后他又为何被封了门神 咱们今天呢就走进秦琼墓去一探究竟 出发 秦琼自书宝齐州历城人 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孩子 从小呢就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果断 他很早就加入了军队 开始了他的军律生涯 而秦琼的一生呢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他先后跟随了大将莱霍尔 张须陀 瓦刚军首领李密 洛阳王世冲和大唐的李渊李世民父子 一生参加过无数个传奇战役 紫耀帝年间呢 有一年秦琼的母亲去世的时候 莱霍尔亲自来调宴 安慰秦琼又鼓励他 这一幕呢深深感动了秦琼 从此以后 秦琼呢就投靠了莱霍尔的麾下 后来秦琼因为作战非常骁勇 善用麻术 所以很快呢就得到了莱霍尔的赏识 莱霍尔呀就觉得这秦琼日后呢 必能够自取富贵 不容小事 所以呢对他是颇为器重 秦琼在战场上多次展现出了 惊人的勇气和果断 帮助莱霍尔赢得了多场胜利 公元614年 秦琼迎来了人生当中第一个高光时刻 秦琼的成名之战 就是在隋朝大将张徐陀那里 当手下的时候 奉命去围剿农民军 但当时呢 张徐陀的手下他只有一万人 而农民军那边呢 龙明月足足有十万来人 这兵力悬殊也太大了 张徐陀当年认为 如果说撤军吧 这龙明月肯定会追击 于是呢就定下了计策 自己呀 当时杨庄率大军撤退 再偷偷派人率领一千兵马 偷袭龙明月的大营 但是呢谁带人去偷袭呢 这却成了问题 这当时话一出口呢 全军上下无人感应 只有少年猛将 罗世信第一个回答 接着秦琼也挺身而出 张徐陀对他们二人是刮目相看 于是呢按计划行动 但罗世信和秦琼率领一千人 偷袭的时候 敌英大门紧闭 二人呢只得爬上敌楼 一路砍杀才跑到大门 于是呢打开了大门口 千名士兵放火烧营 等卢明月回来救大营的时候呢 这张徐陀在背后就掩杀 卢明月大败 自此呢秦琼又名声大震 后来他又跟随张徐陀 打败了另一支农民军 立下了先登之功 得到了一个正六平的三官 而此时随朝的农民军 也是遍地开花 官军根本打不过来 在诸多的义军当中 实力最强的就是瓦钢寨了 那可是猛将如云 又有能力超强的李密当军师 但是最终却被李密伏击 兵败战死 秦琼迫不得已 率部投到了裴仁机的麾下 但裴仁机很快呢 就投降了李密 于是呢秦琼也跟着 加入了瓦钢军 这里面呢 咋就知道秦琼这个人呢 骁勇善战 如今愿意归属 那是开心的合不拢嘴 后命他和程耀金 一起呢统领八千类军 这八千类军 可是瓦钢寨的精英啊 能抵百万大军 刚来呢就单此重任 可以见得李密 对他的重视程度 虽然张需驼死在了李密手上 但是呢战败乃兵家常事 但是秦琼对李密啊 倒也算是尽心尽职 在李密与语文化级交战的时候呢 李密被刘师射中 而且跌落马下 当时瓦钢寨群龙无首 溃不成军 大家就纷纷逃跑了 之后秦琼啊 忠心的护住了李密 打退了语文化级的追兵 最终使得语文化级 被李密打败 仓皇逃走 之后李密呢 忘恩负义 骄傲自满 对手下不再体恤 个个心灰意冷 李密自认为能够轻易 打败一个对手 叫做王世冲 入主随朝的东都洛阳 可是呀 他却万万没有想到 掩饰之战 惨败 部下呢溃散 秦琼和程耀金呢 也一起投降了王世冲 这当年王世冲 早就听说了 秦琼和程耀金的威名 见他们两个人 愿意归属于他呢 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王世冲 阴险狡诈 秦琼和程耀金 一起计划 投奔唐军 公元619年 唐军与王世冲 在九曲展开大战 秦琼呢 和程耀金 带部下 投奔了李渊 被说为了 秦王李世民的麾下 结果秦琼和 御迟静德这两位 后来的门神 就不打不相识 而且当年认识了 同时呢 效命于李世民 在李世民 选有门之变的时候 两位可以说是 立下了汗马功劳 传说选有门之变以后呀 这李世民呢 整晚整晚的 睡不着觉 他心里边害怕呀 总不踏实 他就说是 李建成和李元杰的 阴魂不散 老跟着他 后来御迟静德和秦琼就说 没事陛下呀 我们两位呢 来给您把门 李建成和李元杰呀 他们肯定就不敢再来了 于是秦琼和御迟工呢 就一块到了晚上 全副武装的站在门外 果然李建成和李元杰就不敢近身 李世民呢 就能安稳的睡个踏实觉了 可是呀 这一晚一晚的一站呢 那谁受得了呀 这也太累了 于是呢 他就让一个叫做 严厉本的人 把他来的画像给画了下来 就贴在了门外 所以后来有人呢 就根据这个事 把二人作为了门神 在选武门之变以后 秦琼的身体呢 就越来越差 经常生病 公元638年 秦琼病逝 就葬在这里 陕西李泉县境内的 九宗山 元家村 随后呢 秦琼被列入了 林延阁 24功臣排行第24位 没有一个人能够笑着 从这里走出去 这里长眠着 25,048名红军烈士 这里也是全国 按照红军烈士 最多 规模最大的 红军烈士陵园 其中五名烈士 就达到了 17,225位 而他们大多 都是孩子 平均年龄 只有十几岁 他们家是哪里 他们的父母是谁 他们又叫什么 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墓碑上 没有一个名字 只有一颗颗鲜红的 无较兴 这里是四川通江县 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军烈士陵园 1933年12月至1934年的12月 红四方面军 总医院驻四川省 通江县王平村 当时在一场激烈的战事中 成百上千的伤病员 被送往了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救治 因当时条件艰苦 严重缺义少药 不少伤病员 一直无效牺牲 最开始 牺牲的战士还能够一人一关 树立墓碑 后来灌木 它就不够用了 老百姓就主动捐出自己家的楼板 做成了木匣子 安葬烈士 后来木匣子也不够用了 就用竹席来裹埋 最后连竹席都不够用了 就只能挖大坑集中掩埋 有7800多名红军英烈 被集中安葬在一个墓穴里面 由于当时伤亡实在太惨重了 大部分战士呢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 可是我想说 前辈们 你们有名字 那就是英雄 离家还是少年身 归来已是报国区 真的想象都令人悲痛 革命先烈 抛头颅 撒热血 用鲜血与生命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 勿望先辈 这些今天的幸福生活 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这片和平的沃土 浸染着英雄的鲜血 因为他们 我们才能够安享太平 因为他们 今天才能够山河无恙 因为他们 我们才能够国泰民安 今天 我们面对先烈最好的告位便是 今日中国 如你们所愿 山河稳固 国泰民安 这里就是汉高祖刘邦 当年斩白蛇起义的地方 据说这里还有一块石碑 到了晚上就会显示出刘邦的样子 手握地剑 身披金甲 威风淋淋 而且盲荡山的历史上 还有一个惊人的巧合 就是刘邦斩白蛇 王莽窜两汉 都是发生在这里 那么当年刘邦是如何斩的白蛇 又是怎么从一个小小的四日亭长 开创了四百年的大汉王朝的 下面大家可以跟着木子去 记要答案 走了 传说汉高祖刘邦 做配宪四日亭长的时候 为县里押送一批农民去离山修建 秦始皇皇陵 但是途中大部分人都逃走了 刘邦知道 自己当时即使到了离山 也会被暗罪处死 于是趁着当时引咎大罪之时 夜里干脆 把剩下的所有农民都放走了 并且对他们说 你们都走吧 我从此也要开始逃亡了 那么这些农民当中 愿意跟随刘邦的有十多个人 于是刘邦醉醺醺醺的 带着这些人向盲荡山前行 并且让一个农民 说你在前方给我们探路 没过多久 这个人就气喘吁吁的 跑了回来 直接说 不好了 在前面 有条大蛇拦住了去路 我们还是绕路走吧 刘邦听后 趁着就这说 大丈夫 独步天下 有什么害怕的 说着就要斩杀这条大蛇 可是这个时候呢 大蛇居然开口说话了 他说 我跪为天子 命中应该有四海 诸秦平分天下 你斩吧 如果你斩了我的头 我就乱了你的头 如果你斩了我的尾 我就乱了你的尾 话音刚落 这刘邦就挥舞宝剑 将这个大白蛇 从中间一剑斩下 把大蛇就分成两段 当时他们又走了吉里路 刘邦就醉倒下睡着了 后来队伍当中呢 有一个人走在最后面 就来到了斩蛇的地方 哎 他看见一个老太太 在路边呢 放声大哭 就问他 说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他就说道 我儿子被人家给杀了 所以我痛哭 问他 为什么被杀呢 他说我儿子呀 是白弟子 变成了蛇 横在路上 被赤弟子给杀了 所以说 我很伤心 那么当时很多人认为 他都在胡说八道 在散布谣言 就想打他 那么这个老太太呢 就突然之间不见了 后面的人赶到了前面 刘邦才醒过来 人们就报告他这一情况 当时只有刘邦心里 觉得是非常的开心 新生自豪之感 跟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多 而且呢 越来越敬畏刘邦了 秦始皇曾经说 东南方向有天子气 于是亲自东游来验证 刘邦怀疑秦始皇 说的是自己呀 就躲了起来 藏到了荒凉的 盲荡山的深山老林当中 吕志和其他人 都来寻找刘邦 每次都能够在 人际罕至之处找到他 刘邦觉得奇怪 就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呢 吕志说 你在的地方 头上总有云气凝结 所以我们根据这一现象 就能够找到你 刘邦听了 心里非常的高兴 沛县中的人知道之后 许多人都来归附刘邦 因为有帝王之气 那些人便死心塌地的 跟随了他 公元前202年 刘邦称帝 开创了大汉王朝 200年以后 发生了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 一个叫王猛的人篡汉 神奇的是 王猛改新的这一年 他正好是公元9年 而公元9年呢 他又是10个年 汉朝400年 刚好从中间一分为二 分成了东汉和西汉 那么你们觉得 这是巧合呢 还是因果轮回呢 1983年的时候 就是在这里呢 有一位当地大爷 开着拖拉机 经过这个地方 原本好好拖拉机 却无缘无故 就熄火了 大爷下车呀 这是咔咔的一顿操作呀 把拖拉机就修好 准备继续赶路回家 可是呢 就在大爷准备 打拖拉机走的时候 出事了 因为拖拉机灯光 看见了吗 一下子召见前方亭子里面 结果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亭子里这块碑呀 却居然不见了 幻化成一个 类似刘邦形象的人 这个人头戴皇冠 身披金甲 手握地贱 居然盔甲胸前的 护心镜和头发 都清晰可见 而且感觉 这个刘邦 好像是要朝他走来一样 这当时把大爷给吓的呀 那是拔腿就跑呀 回到村里之后 这些事情就传开了 很多科学家 还有专家来到这里之后呢 他们进行解密 有的专家说了 说这个石碑呀 因为什么特殊的材料的问题 根本不是什么 刘邦显示出来了 所以导致了反光 于是把周围附近的 200多块碑呢 全部进行了测试 结果当时只有这一块碑 有这样的迹象 还有专家说 因为这块碑呢 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 因为呀 它凹凸不平 所以形成了一个反光的现象 但是这个说法 它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 不愿意去相信 那么这种现象 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又该怎么去解释呢 或许只有您自己 亲自来查看一番 才能够找到答案 我可以看一看 我可以看一看